先前受到疫情的影响 台东沐昕面临营运困难 重机车队得知消息后 特地提供了120盒的小熊饼干 只要民众捐款达到1500元就可以获得 此外车队也带来一笔十多万元的爱心款项 沐昕感谢车队的爱心也表示 希望大家在疫情之下能够越来越好 轰隆隆的引擎声划过沐昕前的道路 来自印第安车主俱乐部的成员 带着香港空运来台 高人气的小熊饼干办手礼 以及车队成员所募集而来的小额捐款 交给沐昕的人员 期盼能够协助沐昕度过疫情的危机 先前受到疫情的影响 沐昕智能发展中心 面临日监造户以及庇护工厂皆停摆的状况 自营以及捐款收入短少将近三分之二 而印第安车主俱乐部在得知消息后 便捐赠了香港高人气的小熊饼干 给沐昕作为募款使用 这个饼干是香港很有名的小熊饼干 就是由他们捐赠 然后其实这个外面卖一盒要接近六百块 那他们就是捐给沐昕 然后只要捐一千五百块 就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出国 就可以得到一个香港人气的伴手礼这样子 然后希望创造我们的捐款收益这样 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可以撑下去 然后今天他们也特别为沐昕送来的富航 台北米其林美食富航的豆浆啊 烧饼啊 然后希望为沐昕 因为沐昕住宿的孩子还是没有返家 那生活其实蛮枯燥的 所以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送美食给孩子 然后让孩子们感受到一个光怀跟快乐 跟不同的乐趣这样子 小熊饼干的发言人表示 去年因缘忌讳之下 与沐昕有人连结 在得知沐昕面临的营运窘况后 特地尽自己所能提供饼干给沐昕 而沐昕中心也指出非常感谢车队的爱心 在疫情期间让中心感受到满满来自社会的温暖 目前中心的庇护工厂也开始重新营运 相信未来的状况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介绍成绩的银台东市报导